今次又跟大家聊聊中国的内部问题, 所谓内部,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内部那麽多事, 只不过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现象, 我们去看看,先放一些现象出来, 现象就是开完北戴河会议之后, 突然间有些人说,连续几日, 人民日报没有了习近平的新闻, 接着又不知怎样传出来,汪洋可能是会上升了, 传出来的传闻是非常有趣的, 不是讲汪洋去接李克强成为下一任的总理, 只是传汪洋可能是接习近平成为总书记, 如果是这样的话,很多无限联想了, 因为为什麽呢? 大家看到习近平现在是非常有系统, 以至是毫无挑战, 他如果是想连任,第二次连任的话, 他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, 为什麽忽然间传来汪洋会接总书记这个工作呢? 所以引起出来的联想就更多了, 就是很可能汪洋翌日都是接习近平的, 不过不知哪个时候,可能习近平连任又连任又连任之后, 亦都不排除这个可能, 所以我们怎样看这些传闻,怎样看这些现象呢? 我常觉得我不懂事的,我看这些现象, 我只会说一个现象出来的时候, 我立刻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, 或者有没有其他解读呢? 如果你说由汪洋来代李克强, 即是总理的位置,即是到2023年, 我立刻就问, 传那段时间不是又传?传什麽? 都是葛大河会议之后, 不是传胡春华的? 为什麽忽然传汪洋的? 换句话, 我告诉大家,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传, 传又不需要写包单的, 同时我常讲,我们去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, 首先我都问, 风从那里来,你传这个消息是什麽来的呢? 这些只能够是历史, 或者以后有什麽渠道,机缘巧合, 才知道的, 要不然我们即使都算努力跟进的新闻, 都不一定所有什麽都知道的,是吧? 所以,我马上就说, 如果你说汪洋接李克强胡春华怎麽? 我只需要提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, 大家就将那些传闻的可信性打折扣了,是吧? 好了,我跟着再问, 如果你说由汪洋去接习近平的, 跟着说,如果是这样,习近平什麽要做那麽多事? 国家主席的限期,他又要通过宪法裡面掃走他,是吧? 跟着武警法,又透过武警法, 将武警变为由中央军委主席, 直接控制的第二支军队, 如果习近平是很快要交班的话, 他不需要这样做,是吧? 这个来讲,我摆出来去看动机与效果而已, 我又没有结论的,是吧? 你可以说习近平是非常好事, 他只是这样做, 然后为他的接班人做好习权的工作, 他自己都是很英明的, 会抽身而出的,做两届而已。 这些都有很多人现在讲这些内容的,是吧? 所以,我看完那麽多之后, 我只是有两点或三点, 是值得大家参考而已。 而且这些来讲, 往往过去经历那麽多,都是准确的。 好了,第一点是什麽呢? 第一点,现在看到那麽多的江湖传闻, 我答案的第一点就是,你不用理,不用估。 你说这边是有可能的,我从来不估的。 因为什麽呢? 因为中国的特点就是, 你很多的传闻动机是什麽? 哪个人传出来,传出来要达到什麽效果, 这些是我们外面全部不知道的。 所以,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来讲, 我从来不去估, 因为你去估,你去做了一个势出来, 其实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帮助某一方面的。 你看看以前毛泽东, 毛泽东放某一个消息出来的时候, 大家不知道他什麽消息, 炮打司令部,最早期的时候讲炮打司令部, 你都不知道他原来是打刘少奇, 他说打一种资产阶级, 后来慢慢讲,潜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,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, 走资派是这样来的。 那时候他未揭出来的时候, 大家都不知道他打刘邓的, 后来还包括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, 这些是中国式的权谋, 他刚才制造了一种的舆论攻势, 是吧? 如果你一直猜猜, 其实你是附和了他那种政治需要, 所以我从来不猜的。 结果我从来不猜, 往往结果是最对的, 我不是说未来那个结果出现, 我猜对了, 而是说在最后的结果出现之前, 你不用猜, 这一个判断方法往往是对的。 第二个是怎样呢? 第二,大家必须要知道中国政治的随意性, 或者我叫做中摆效应, 摆来摆去, 摆到这边的时候, 如果你真的定格是这样的, 向左的, 当他摆到右的时候, 一定格不是的, 现在是右的。 所以,千万不要将个钟摆定格, 你定在中间的时候, 可能都不是定在中间, 所以临门一脚就很重要了, 所谓临门一脚会踢球, 去到门口的时候, 全部已经是空门来的了, 可能你马失前提自己的线, 射不入的。 很可能就说,全部现在人家密集的, 但是你中间看到那个空位, 一声就射入了。 所以,临门一脚很重要。 我为什麽又讲临门一脚呢? 除了我不去估究竟具体的结果, 因为我预视到, 它这个随意性临门一脚那一刹那的决定, 钟摆摆到哪一刹要做决定呢? 那时候才是做决定。为什麽呢? 我马上举起很实在的例子, 香港人你自己本身都经历过的, 只不过是说, 可能一访而过,大家又没有什麽印象。 好了,我马上举, 在最近两次已经过了的特首选举, 不是未来的那一届, 两次的特首选举裡面的时候, 是不是之前猛禁传真命天子是谁? 例如,对上2012年那一届, 大家说唐英年,真命天子了, 那时候已经有人设宴, 未选举已经设宴, 款待唐英年了,未来特首。 唐英年那时候不要搞, 他都知道官场禁忌, 所以,你如果说贺未来特首, 千万不要搞,不去。 于是有些人说,不是,一般吃饭而已。 一般吃饭的时候,大家就唐特首,唐特首。 这个江湖,当时大家已经很多侧文写了出来, 唐英年说不是不是不是。 我又讲回他当时的状态, 他都明白了,你不要这样, 有时反过来害了他。 所以,当时已经是传闻,他是真命天子了, 但是到最后结果是怎样呢? 是梁振英当选。是吧? 中间的过程,我又不知道那麽多事情了, 所以,我不会在这个过程裡面, 怎麽会变等等呢? 是太多讲,我只不过将结果放出来。 到最后来的过程裡面, 就是唐英年去报特首,即报名的时候, 他拿的提名票是多过梁振英的。 我放这些事实出来而已, 到最后梁振英快马加辩,努力, 拿着张椅子,拿着支笔, 是这样的,就是靠他说叫刀石仔, 最后成功当选。 中间的过程,有没有哪些人帮他呢? 我不知了,总之就是说, 只是说明一件事,最早期定了, 或者大家感觉到有这样的生命天子, 到最后都可以变的。 大家可以记得,中间还有几个人站出来, 说我们有兴趣选了, 还有两个,孤伟齐名不讲了, 大家找回历史。 好了,这个是第一个, 就是全民与结果不相符的第一个事例, 第二个事例是什麽呢? 就是到梁振英寻求连任的时候, 当时大家都看到他是努力连任的, 怎知到后来忽然间他宣布不参加竞选连任, 跟着有一个曾俊华是扎握手之后, 大家都觉得他呼声很高了, 怎知突然间又是林郑月娥, 而且林郑月娥这一个的变化更加突然, 他已经是向当时的高级公务员, 差不多是临别赠言的了。 大家看回新闻, 已经是苦口婆心,要怎样,香港价值, 什麽什麽什麽, 都讲完了, 差不多是讲完了之后拜拜了, 甚至上是在外地已经有發展的机会了, 是吧? 即是有休息的安排了, 到最后很短时间而已,我都是要竞选, 中间發生什麽事我不知道, 我也不会去尋根究底, 只是说明一件事, 就是传闻与结果,可以是不相乎的, 这个就是中国政治的钟摆效应了,是吧? 所以,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来讲, 对现在这麽多的传闻,即是汪洋又会升了, 有可能上升,代替这个代替, 大家当没有到就可以了, 大家当茶余饭后, 吃完饭了,挠牙,作为一个这样的谈话资料, 够了,因为大家是影响不了过程的,是吧? 尤其是,大家不妨可以再看, 这个过程会不会是封从那里来, 传一些消息,是让大家感觉到, 是有些方面, 我是很民主的,让大家感觉到, 我是会按照那个趋势去做事的, 大家都觉得你定了那个制度, 即是包括你说过去那个国家主席, 现在不受任期限制了, 只是定制度而已,不一定会落实, 不一定会执行的, 执行的只是总书记, 因为总书记党章裡面没有规定做多久的, 可能只是这样而已, 如果是达致这样的目标, 形象是这样建立到的, 又不妨做,即是这一套这样的排场工作, 至于你说外面有些人传, 我引述那些传闻, 这个是引蛇出动来的, 你不要以为是这样, 如果汪洋是当真的话, 可能他将来都变得泪泪泪, 汪洋大海泪泪泪, 究竟是怎样?不知道的, 所以这个完全符合我第一个, 我说不要估计,大家在观察, 大家是作一个平民百姓, 去看看一个宫廷裡面的画剧, 这样就可以了,是吧? 所以,对于这些人事传闻等等来讲, 我们是要关心, 只不过是说, 我们不是以一种局中人的角度来关心的, 随遇而安。 好了,今天又跟大家分析了差不多了, 我们下次再找个其他话题, 再跟大家摸着茶杯底, 又谈谈茶如饭后这些话题,是吧? 下次节目视频再见,拜拜!